昆田镇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雪奇迹 整个街道都被大雪覆盖 孩子们守在收音机前 期待着停课的通知 昆田镇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 就连红魔也不用上班 为什么他们这些可怜的孩子还要上学呢 看着街道上玩耍的人群 八载实在是想不脱 这样的天气为什么还要上学 校长表示是为了保证出勤率 可怜的孩子们都是他的道具 由于老师们都放假了 所以今天他要带着孩子们看电影 这古老的画质和渣渣的音质 到底是什么鬼 校长也太土了吧 孩子们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摧残后 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下课零舍 他们终于能回家了 然而 糟糕 他们被困在学校里了 更糟糕的是 还可能错过圣诞节 随着暴风雪越来越大 整个春天镇的道路都被堵住了 马基对于这一幕很担心 他们必须要去营救孩子们 红魔一听 立刻想到了主意 需要帮忙的时候 找好邻居弗兰德准没错 学校的交通不仅断绝 就连电话也打不出去 孩子们只能被迫带在学校里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忍受着难吃的黄瓜酱 这简直就是灾难 小巴尼尔森率先忍不住了 他现在就要回家 混乱的状况让孩子们更加暴躁 他们为了回家团结起来向校长示威 这一幕让校长意识到了危险 不由又想起了曾经糟糕的记忆 那时他在越南作战被俘虏了 其中的战友想要逃走 结果却成了大象的点心 这件事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该苟着的时候一定要苟着 冲动只会让人尸骨无存 鼓起勇气的校长重新穿起了军装 他不能让孩子满布了战友的后唇 从现在开始 学校要进行军事化管理 所有人必须听从命令 任何敢质疑的刺头都会受到惩罚 巴仔可是天生的反骨 怎么能被这样拿捏呢 还要自己挖地洞出去 另一边 侯莫和弗兰德开着自制的除雪车 一路奔波 然而没有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糟糕 他们被困住了 不甘心的侯莫恨不得 把油门踩进油箱里 弗兰德感觉有点不对劲 好像头有点怨 此时的侯莫早已沉浸在了幻觉当中 他感觉自己成了印度的国王 这样的生活也太爽了吧 巴仔挖的隧道被校长发现了 孩子们看到这一幕都很难过 校长警告 挖隧道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们进去之后 随时可能发生垮塌 就像这样 眼前校长被困住 巴仔可就得意了 以后这所学校里都要听他的 校长的残暴统治被彻底推翻 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为所欲为 可怜的校长遭到了孩子们的百般羞辱 现在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帮手 校长将求救信息放在球里 之后就要靠可爱的小桑鼠了 就在喉沫沉浸在温香软浴的时候 弗兰德突然醒了过来 车里的废气太多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们都会死的 就在这时 小仓鼠突然砸碎了车锅里 他们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与此同时 冰柱再也承受不住汽车的重量 他们脱困了 然而汽车穴已经失控 直接向着一栋巨型的仓库生去 损坏的仓库顺着山坡冲到了学校里 里面洒出的盐 意外地将冰雪给融化了 春天小学的孩子们因此得救 巴仔和丽莎也终于能回家了 巴仔和声 然後出車了 可是汽車是飛超借的 哇? 啦猶如 阿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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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了嗎 我們來一起玩 噢 呦 哇